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那个 龙哥品饮的时间 那 品饮来讲呢 就是什么都品 不管是酒啊 水啊 茶啊 果汁啦 气泡水 饮料 可乐 随便 我们就来品 以保 饮用 纯水 来尝一下 好不好 那 这个水呢 之前其实喝了好多罐了 坦白说 纯粹无聊 好不好 我们来喝一喝 没喝过的人呢 可以借由我这个分享来了解一下 他跟其他的饮用水有什么差别 拿出一个酒 这个叫做什么 酒水杯 好不好 这个是4.5公升的 4.5公升的 这水 之前喝过一些了 我就把这个水倒出来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们来 按照惯例来讲呢 以保 以保这个名字 听起来好像有点东南亚的感觉 可是问题是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呢 算是蛮大一个牌子 以保 而且这个颜色 它整个罐子搭配绿色 绿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 搭配过去 以保 好不好 还蛮讨喜的名字 好不好 就先放在这边 好 那我们首先先看呢 这个水呢 正常来讲 如果你杯子够干净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也看不到什么瑕疵 对啊 如果有瑕疵的话 它也不用混了 正常来讲 你喝之前 我不晓得 一般人可能 习惯是 呃 闻一下吧 我不晓得 闻英文看有没有怪味吧 也许 水应该不会过期吧 反正我就是 按照这个通病 因为喝酒都喜欢闻一下 那这个不是白酒 这是水 无色无味 些许的矿物 矿物质 些许的矿物质 尝一下吧 这水喝下去呢 其实还蛮顺口的 就说当你呢 口干的时候呢 其实口也不用干 我们就多喝水 尤其现在新冠疫情的 肆虐呢 我们多喝水呢 其实对身体也好 那最好是呢 我们拿煮沸 煮沸 煮沸 然后喝个大概五六十度的温水 多喝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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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害 多喝水开心 好不好 嗯 那你看今天 我这个位置呢 被这个湖挡到了 我今天是在这个小阳台这边 小阳台 如果有人可以借由这个阳台 猜得出我家在哪里的话 算他厉害 再倒一杯 好水要喝两次 好吧 好水喝两次 这个叫做乙保 什么口味的呢 这个叫做 这个口味叫做 我们都是中国队 好不好 中国什么队呢 国家射击队呢 国家射击队 好吧 好 聪明盖还可以用于饮水机 饮水机 饮水机 这样子干 干下去 灌下去 讲粗俗一点就是那个 那我们一般的讲 讲文雅一点嘛 就是灌下去 好 这个水 好不好 清澈 清澈 跟农富山泉比起来 我觉得农富山泉 稍微 矿物质的感觉 多一点 那这个也 不错喝 就是居家生活 的凉拌 好不好 这种东西呢 绝对可以一口干 一滴都不要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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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